歡迎來到一神獨角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無限挑戰潘鳳的無魂將陣容 一樣陣容你們就照抄吧 基本上我稍微測試了一下 這應該是算蠻平民的陣容了 因為07新手有送 諸葛果CH3必抽 然後王毅跟蔡文基應該也是人人都有吧 比較有可能會沒有的只有呂布而已 神兵、扇子、核四壁跟龍鷹槍 前面兩個基本上不能動 如果沒有核四壁的話很難全滅 那龍鷹槍你或許可以換成星庭猴刀 靈寵、比翼、白虎跟蒜泥 你如果沒有蒜泥的話你可以放龍象、虎牛、夫豬 隨便你好不好 潛能配置 零七跟呂布走攻擊 剩下的四隻全部走防禦 戰魂 除了呂布落點突襲之外其他的戰役薄發 你如果要成功率比較高的話 戰役薄發可以換成聯西加護 換五 這個陣容比較不平民的地方就是 你一定要有四組的換五 以上就是無限挑戰攀豐的講解 最後真的是很想要靠北一下 最近真的越來越不想做奇測或無限挑戰的影片 因為每次都是無腦的去翻拍日版的YT 每個人在比速度誰先上片去搶那個點閱率 以我的個性來說 如果我參考完他的陣容 我打不出比他 我沒辦法去改良出比他更高的分數 沒辦法去優化 我就不會叫做改良阿 改良不是你他媽的沒有和勢必放個扇子 就說這陣容是你改良的阿 你改良之後打的比他還低 你跟我講改良我真的是看了一肚子火阿 阿每次只要出奇測無限挑戰 就無腦的翻拍照抄 然後 也沒有變強 分數也沒有比較高 你只是把他有你沒有的東西換上去而已 阿每次都是這樣做 我真的覺得 這個叫創作者嗎 我不是針對人 我是針對這件事情 好啦 不想多講了 不然到時候又會有說明說 我要引戰什麼鬼的 反正就這樣吧 感謝各位的觀看 在哪裡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